Joey Young Terri 读曲 李政宗 曲 李政宗 虚无缥缈人挂念 江湖漫漫 回忆回袖看淡 这山河万里 天阔云间 陷不倦 光不灭 愿此生无恙 终可见 心容谈笑间 战胜出面 下手踏破了流年 山沙飞扬 一曲未尽破硝烟 风起平雨 神与你并肩 我愿意照入梦 万世如空 天不遂人缘 心中涂在谣言 撞千般失恋 跨越爱恨情谦 深思指点 偶手这一边 笑看风起云卷 一无为例于人间 你敬他酒 那是你的礼数 他不接 是他不懂事了 是啊 再说了 你去求和 你北约哥哥看的眼里 他能不懂你的心意吗 你去给他敬救 他如果还是给脸不要脸 你就索性泼他一脸 出口恶气也好啊 对 你说得对 去吧 北约哥哥 北约哥哥 我想敬紫晴姐姐一杯酒 你不会介意吧 你好好给你嫂嫂赔个不是 紫晴姐姐 紫晴姐姐 欣儿敬你 欣儿年纪小 不懂事 素日以来还多有得罪 还请紫晴姐姐多多包涵 我看你嫂嫂这杯酒啊 就不必喝了 萧儿 你自己喝一杯 为什么 韩子晴 我敬你你不喝 孙王妃好大的架子啊 果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萧儿妹妹 我不能喝酒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喝 还是不喝 不喝 王妃 王妃 你没事吧 司徒浩南 你这妹妹还能不能管了 子晴 你看 对不起 欣儿还小不懂事 你别生气啊 快给四王妃道歉 你不动作什么了 分明就是她给了也不要了 你闭嘴 衣服脏了 我们去后面换件衣服吧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伞手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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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你先坐 这件衣服行吗 有没有手帕啊 你先擦一下 这司徒杏儿也太过分了 居然在公宴之上 就朝您泼酒 太放肆了 不跟她一般见识 可是我 你这妆都花了 你打盘清水来吧 我把脸洗一下 是 是洪一姐姐吧 我是 这是四王子让我送来的 胭脂水粉 都是最好的 给娘娘补妆用的 我叫殿下让送来的 嗯 殿下还吩咐 东西只能交给洪一姐姐 那就是太好了 给我吧 王妃 你看殿下多细心啊 给你准备好了胭脂 我来帮你补补妆吧 有这个必要吗 你看殿下都准备了 咱们还是补补吧 这个 是殿下准备的 是的 刚才奴婢出去 门口有个侍女 说是殿下特意送来的 而且我已经看过了 的确是上好的胭脂水粉 她怎么会准备这个 所以说呀 殿下为了娘娘可惜心了 送进去了吗 是 送进去了吗 不是 没事 吴婢 曾荣 他这薄心 Deutschland 不是 你看 micron 선 你是最 OP呀 云安 的 这一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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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脸 不能让咱们看见 这胭脂 平时怎么用都没事 可是一旦沾染上酒水 就会有特殊的功效 而且还让它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 是 色王子就这么走了 不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跟上去 王妃你慢点 王妃 王妃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来人啊 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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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琴了 娘被人抓走了 她被什么人抓走了 不清楚 走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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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里竟然进了刺客 好了好了别跳了 王上 老夫以为 死王妃乃是我王氏之人 所以今日之事 便是我们的家务事 既是王氏之事 又岂能容他人揣测议论 现在情况未明 若是被有心人利用 恶意诽谤 于我王氏不利 所以还请王上 即刻下旨 安王说得极对 传朕的口谕 凡是今天参加功宴者 所见所闻 一概不许外漏 谁要是给我泄露出去 格杀勿论 诛他九族 是 好了好了好了 都退下吧 臣告退 你会告退 来 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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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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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尽敢在此拦路 好久不见了 二王子 汝飞烟 三更半夜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本王有重要事要办 看这路线像是要去南兆 母后令我去南兆 给姨母送些东西 送什么呀 这个就不太方便透露了 还请娘娘见谅 正好我要回南兆 不如我帮你带过去 母后吩咐过 要我亲自带到 就不劳烦云飞娘娘了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这个忙我帮定了 小王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为难本王 甄北月的女人你都敢动 还怕我为难你 动手 快走 小王与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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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人 把他带走 是 行 Å towards her 收 Battle 往内 consolidate 울 禋狂 好 嘤 點 好 明 快走 天安 李哥 此事与你无关 谁想的话赶紧滚 看看你的紫萱妹妹的 子晴 把他们都带走 是 北约 你是王子 要顾捐大局才是啊 放心吧 王叔 我自有分寸 陛下 好吧 既如此 那我先告辞 北约 我们已经搜遍了王宫 甚至全城都没有找到 子晴的下落 看样子 下手之人必是计划周详 此事不宜声张 召集人马 我们出城找 是 也算我们一份 你们 我们是娘娘的私人兵团 有 人醒了吗 醒了 快一个时辰了 你抓我来做什么 本不想抓你 谁让你多管闲事 子星在哪儿 你不要乱来 否则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那个贱人究竟是使了什么手段 你们男人各个都护着他 我告诉你 我偏要和他作对 偏要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你给我下了毒 放心 这毒要不了你的命 只是让你没有力气反抗我而已 子星现在究竟在哪儿 你到底要对他做什么 我想让他死 不过可不是一刀杀了他这么简单 我要一刀一刀割他的肉 让他生不如死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们俩现在可都是我的阶下囚 咱们就新仇旧账一起算 再睡一会吧 过早 给他服药 是 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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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好好瞧瞧你这张脸 瞧够了 咱们再慢慢聊 真好看 不知羞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都已经是阶下囚了还这么嚣张啊 来 看看 你脸上有这么个东西 还说你不是古岛人 我真想让俊备月好好看看你这张脸 看看她一心一意娶回去的女人 是个神秘养的丑八怪 真是可怜啊 为了一个男人 嫉妒成这个样子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杀呀 你把我杀了 君本月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他看不看我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曾经往后 他再也看不到你了 你就这么点力气啊 是在挠痒痒吗 千许达 快 达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住手 把人弄死会坏我大事 不得不说 这女人现在如此狼狈 脸上又多了这么个东西 还是有趣得很啊 你不会到这个时候了 还对她有兴趣吧 她在我眼里现在可不是个女人 而是个筹码 有了她在手里 还怕挟制不了她君本月吗 我们可是说好了的 不管君本月开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女人归我 我要活剥她的皮割她的肉 我跟你说了 这个女人我没有大用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一个孤岛人而已 有什么用 你也不想想 那南兆为什么 费尽心机地要去抓孤岛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 你是说 除了用她挟制军北月以外 你想知道孤岛人背后的秘密 难道你不想吗 难道你就想给那南兆王 当一辈子妃子吗 我今天全是这个女人害的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过她 但是我可以答应你 把人送回西陵之前 我不会动她 那把人运回西陵的路线 可规划好了 随我来 不想让她 不想让她 我来 我来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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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陛下 十二王子 十二王子 殿下 这儿还有个活的 你们是跟何人交的手 是 朱 朱飞燕 殿下 想要带四王妃 去南朝 半路 被 朱飞燕 接走了 接去哪儿了 朱飞燕 朝夕见过小梦殿下 周夕公主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请来的 我想为了她哥哥的性命 你应该愿意跟我们做一场交易 家中鲁莽 胡乱替人出头 冒犯了小王殿下 以及云妃娘娘 朝夕在这里 替她赔罪了 不必多礼 其实南朝一行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若不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也不想为难令兄 家兄 刺幼 骗不让母上神心 每每外出声势 母上 且颇为头疼 但是我们东霖 离不开家兄 因此 她的性命是十分紧要的 朝夕 愿替家兄致歉 只希望二位 放过家兄 你做事什么时候 能让人省点心 不就是劫持个人吗 为什么非要弄得人尽劫持 轩原离歌毕竟是东霖太子 能轻易杀吗 这不就是请朝夕公主 前来商议对策吗 是啊 相王殿下 你不必担心 对于那个韩子琴 我的恨意比起云妃娘娘 只多不少 都是因为她 家兄才色令致婚 每每做出荒唐之事 所害我东霖离也 朝夕愿与二位合作 将此事做得天衣无妨 你怎么合作 此处 乃天雀的地盘 想必此时 君北越 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要想将一个大活人 安全运出 绝非易事 而我 可以帮助你们 你如何吧 若不想被君北越追到行踪 眼下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走海路 从遥顺岛 绕岛而行 中海遥顺岛 东海海域乃我东陵的地盘 只要上了我东陵的大船 他君北越也奈何不了我们 那你跟我们合作 想要什么呀 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置韩子清 只要事成之后把解药给我 放了家兄 我便别无所求 好 如今的天鹊 恐怕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接到东陵海域是最好的办法 既然大事商定 那二位是否方便 带我去看看家兄 以及那位天鹊的四王妃 走吧 哥哥 既然黎哥 既然黎哥 这位朝夕公主 对她的哥哥还真是情深意重啊 王权在上哪儿来的兄妹情深呢 她东陵一贯是女子掌权 可要论才能 既然黎哥 和十倍于轩云昭熙之上 黎哥 黎哥 黎晰熙 轩云昭熙只不过是舍不得 他哥哥这个殿角时报 而那个韩子清 则成了他绊脚师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来怎么知道你又闯祸了 你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为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要救你 我不需要你救你 快点走 轩云黎哥 恐怕你没得选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若则 你今天对子清所做的一切 我以后都会加倍奉还 轩云黎哥 你个将死之人还敢威胁我 小王殿下 您不是要带我去见见那个韩子清吗 把人带进来 轩云黎哥 你一心护着的女人 现在变成这副样子 你还喜欢她吗 你还会为了她放进整个东林吗 你住嘴 你给我闭嘴 你再往前一步 你信不信我杀了她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看我敢不敢 住手 够了 朝夕公主 人你也见了 如今我们该商谈正事了 我们会用你东林的大船 把她遇到西林去 你到时候再哭也不迟 我 我一定会 叫你出去的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既然那个韩子晴脸上 真的有这个图腾 那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他确实是孤岛人 不能完全确定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是得验证一下 他是否真的百毒不侵 那怎么验证呢 自然是用毒 用毒以后他若是死了 那就当便宜他了 若是没死 那就证明他的确是孤岛人 对我们大有庸处 我尽量的病毒 我尽量得到你 对我尽量的病毒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殿下 父王 君北辰劫持了儿臣的王妃 此事儿臣要讨一个说法 北辰 劫持了四王妃 王上 这四王妃无凭无据的就诬蔑北辰 老四他这是要造反的 王上 李审司的人到了吗 到了 李审司行 拜见王上 她 赢 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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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飞玉 你为何要杀我的尘儿 来 说出你的身份 奴才 是二王子的贴身侍卫 二王子是 是卫 楚飞燕害死的 楚飞燕为何要杀我尘儿 这个问题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 说 我们 我们 我们奉二王子之命 劫持四王妃去南兆 半路遇到了楚飞燕 楚飞燕接走了四王妃 二王子她 我尘儿 我的尘儿 王宋啊 北辰最听你的话 你说 是不是你指使她 劫持的四王妃啊 是 是我在燕池里下了毒 让孩子结婚了容 再让尘儿劫走了她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怎样怎样 我 我的尘儿死了 我还有什么事 我 这本月 都是你 是你打了我尘儿的路 你为夫妇俩巴持着天君的朝鲸 不让我二友出头今日 是你们 都是你们 你们才敢死 父王 父王 如今人证物证皆在 就请父王定夺吧 就请父王定夺吧 你 父王 尘儿 我来找你了 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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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我暂时不会伤她的姓名 子琪 她现在到底怎么样 这么想知道 那我带你去看看 把人带走 你闻到了吗 是毒 没错 我们在给她试毒 你说什么 试试她是否真的百毒不侵 你以为君北月会放过你吗 拿君北月来压我 可笑 子琪 子琪 好好看看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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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琪 子琪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是不是很心疼啊 别担心 他若真的是孤岛人 这些毒要不了他的命 只是会让他痛不欲生而哭 况且 你越伤心 你就越高兴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些臭男人 为了他肝肠寸断的样子 子晴 子晴 看够了吗 我还要跟朝夕去商量出海的路下 把他带走 子晴 子晴 楚飞 楚飞 我要杀了你 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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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杀了你 我还要杀了你 过了 荒凉 被日月轮回 圈起的 风浪 冲刷旧日伤心 泪光 月 流光 穿透思念的墙 蔓延到有你在的地方 人地久 天长 永世不忘 划过夜空 伴着月亮 月 流光 穿过黑夜迷惘 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 人地久 天长 人飞也隔世中央 划破时光 飞到你身旁 月流光 穿过黑夜迷惘 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 任地久天长 任飞越隔世重阳 划过时光飞到你身旁 划过时光飞到你身旁 划过时光飞到你身旁